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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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是不是芮王的母妃 利用父皇之手给母后下毒 从而导致儿臣在胎中 便感官退化 果然 他们用这所谓的预言 无险儿臣这么多年 父皇早已知晓 国师死了 定月之母也死了 定月又变成了如今这样 就不要再追究了 若父皇当时就差传 便不会害到儿臣和母后 这么多年心惊胆战 也不会让王兄 真的相信这个预言 害死那么多人 定月再无立足之地 朕只能将计就计 让所有人都相信 朕在乎这个预言 却又从来不对你发难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 定月和你两个人的性命 只要你和皇后足够的谨慎 不被人抓住把柄 朕就永远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 父皇不光是为了保护王兄和我吧 只要这个预言一直在 父皇便一直握着我们兄弟二人的把柄 无论谁表现出一丝忤逆之心 父皇便可以轻易地将其铲除 是吗 你再说了 朕老了 定岚 不管你信不信 朕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要害你们兄弟二人的性命 这毕竟是你们的父皇 儿臣相信 只是代价太大了 父皇休息吧 儿臣告退 等等 走 是朕对不住定月 却已没有一丝借口 去保全她的性命 可是你 儿臣明白 姬定月必须死 若是换走他人 也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定月